在北京,另一个不得不去的地方当属厚海 厚海也称石叉海 虽然叫海,可事实上它只是一滩湖水 在很多人看来,厚海是北京现代与传统两种文化交融的典型代表 厚海的传统不仅在于这里有古楼、石桥、湖水 更因为在厚海还硕果仅存地保留着真实的胡同生活 胡同口,红漆木门虚掩着,严铃正随风响起 在厚海,日常生活仿佛被浓缩了 既真实又极富观赏性 每一个来到厚海的人恐怕都要羡慕住在厚海边上的人 清晨当阳光射进四合院的天井 人们便慵懒地起床 在院子里洗洗涮涮 推开院门,已是少物时分 那些极具北京特色的小吃 炒干,爆肚,炉煮,馄饨 已经冒起热腾腾的白气 还有酸甜可口的老酸奶 在瓷瓶子里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下午,在胡同深处随便找一家咖啡馆坐下 与小说和猫尾伴 几个小时的时光轻得仿佛一片羽毛 夜幕降临时 后海边的酒吧就像烧开水般 渐渐发出声响 当夜色完全吞没了这片奇异的空间 这水似乎也烧至沸腾 甜美的,沧桑的 凉亮的,沥沉的 漂泊的,安静的 各种风格的音乐像糖浆一样 从无数个酒吧门口缓缓流出 调制成了一杯独特的鸡尾酒 只需喝一口,听一声 便可醉倒在湖边 这慵懒,这逍遥自在 或许就是精韵吧 如果你要真正感受后海的美 或者说感受北京的美 最好能做一条金鱼 二十四小时都睁大眼睛 才能不错过这里的每个精彩瞬间